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02215号盲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依然 但是我更喜欢大家叫我小白 我来自Emerson College 刚刚大四毕业 然后秋季要前往纽约读研究生 我的专业是Visual Media Art 我叫吴子明 来自湖南淮华 然后现在是在B.O.读书 大一 然后喜欢听听音乐之类的 做做音乐之类的 我是学习环境处理的 然后呢 父亲家里面是搞环境处理工程 进水工程 然后以后就是想说 学好这一块专业 然后回去帮家族打理企业 然后报复的话就是给老爸打工 我是一个喜欢音乐 但是天生无音不全的人 然后以前是弹古琴的 然后现在在自学贝斯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低音类的乐器 包括古琴它也是属于低音的 就很痴迷于这类乐器 然后喜欢蛮喜欢烹饪的 但是还是个烹饪小白炸厨房常驻选手 然后喜欢电影 对 毕竟是阿姆斯的嘛 嗯 我的确就是很喜欢看现场啊 之前夏天的时候经常 这音乐节被晒上啊之类的 常有的事情 很喜欢一个叫椅子乐队的一个乐团 然后国外的话最喜欢很喜欢电台Sling 平时喜欢听一些嘻哈音乐 然后有去过Life House之类的 然后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呢做B就是把嘻哈伴奏调出来 然后在各方面调整一下 做出来一首Track 非常喜欢打英雄联盟 对 游戏这一块呢 不管是跟异性玩还是跟同性玩 都会生气 然后可能会 语言可能有点粗 但是个性嘛 打游戏比较属于一个自我的一个享受阶段 所以说如果说有人干到我的享受的话 我就会特别的不爽 然后在大部分情况下我把它替代 文学方面呢我也会了解很多 经常跟朋友们在一起就 讨论一下这个现代或者是旧代历史 像我这种非常Country Lover 是吧 但是我也想了解一下 就是对以前跟现代的发展历史 我之前的恋爱经历可能还算多的和其他女嘉宾比吧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蛮恋爱脑的人 但我的朋友一直说我是个清醒的恋爱脑 我是一个很容易上头的人 就是我可能明知道对方我们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 我会把就是我们合适的点和不合适的点就是我列一下 我不知道 但是就会在某一个瞬间 我就会有一种不管那么多了 就冲酒玩戏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 然后之前有一个男生他会陪我一起去喂流浪动物 然后我看着他喂那些小猫的时候 我就突然就是很感动 觉得这个男生很有爱心 然后从此给他带上了滤镜 然后他其他一切缺点我就会不管了 之前在一月份的时候有谈过一个 但是人非常的好 跟我也非常的随和 但是又是什么呢 他跟我的观念不合 在某些方面不合 我是一个不太会隐藏自己情绪的人 我如果要是喜欢一个人的话 我估计会表现得很明显 大家都看得出来 如果说你不喜欢我干的事情 那么我就不喜欢你 我是主动为行的 我喜欢就是掌握一段恋情的走向 我之前有想追求很多个 但是很多个都fail 就是我没有去主动的那个 只不过说心里面有想 这个不错 或者那个不错 但是我不敢 松 所以说没有去太过于表现自己 我其实对男生的要求就是 高就完事 我喜欢健谈一点的 因为我也是蛮能调的一个人 然后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就是可以成为 彼此分享欲的第一顺位 我希望就是能够无时无刻跟上我的话题 陪我一起聊天的那种 我希望另外一半就是比较有上进心 可以带着我一起学习之类的 我比较粘人一点吧 所以说更希望的是经常去陪着对方 然后对方对我可以不理不睬 天狗星的 天狗星的 如果说对方不想让我 用太多时间去打游戏的话 我绝对会轻松他的话 然后不打游戏 活完 就会陪他什么 对 两个人不管是在暧昧期也好 还是 普通就在我们阶段 他就是会努力地呈现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然后只有两个人都是真正在一起了 他逐渐放松的一个过程中 才可以看到他最真实的一面 我从来不常隐私 一般都是real real 真人露出去真人露所 我其实我是很喜欢亚马路的人 我很喜欢和喜欢那人 就两个人一起在街上边走边聊 如果说是一种约会 scenario 我应该为大家散步 目前来说散步是我唯一的爱 平时没事我就跟兄弟出去散步 走来走去 走到哪儿是哪儿再走回来 兄弟说这样又帮助促进学的行为 然后如果我是波士顿的话 我会选择Castle Island 然后那里面还有一个小型的儿童乐园 我就很喜欢在那边边当秋千 然后边等落雨 对我感情观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我妈妈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的环境 是由我妈妈带大的 女生就是不用在意 太过在意外界的眼光 可以永远可以勇敢地去追逐 自己想要的爱情 包括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有的人就会 就会去说你这怎么样那怎么样 然后你应该去怎么样做什么 然后我一般的回应都是不在乎 不在乎的是talk就是你懂意思 别人的意境 对 其实我很会模仿蜡笔小心 可以过分 对我就是就是我叫我自己就是用蜡笔小心的声音 就是shu boy shu boy shu boy 还有那首著名的do shu do 这是可以播的吗 感觉再唱下去不能播了算 我父母亲在我7年级的时候想把我送你出去 然后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也不是很适应 因为都是跟我说英文我也听不懂是什么鸟语 我平时就拿着翻译机在旁边说话 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我说出来就说出来 他听得懂我就听 然后他们就会笑我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随和着跟着笑 大家一起笑开开心心 感谢VG Photography为0215号盲盒提供的官方订装照 VG Photography 波士顿一站式摄影工作室 记录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